警车鸣敌颈椎 只见嫌犯开着银色轿车 一路倒车直踩油门冲出巷口 警方一连按了好几声喇叭 嫌犯还不罢休 下秒碰的一声 他开车冲撞坐视要逃 破例是大人立刻下车拔枪戒备 都已经被抓到 嫌犯还很嚣张 躲在车内拒绝盘查 围捕过程警车的左侧车头 被撞到变形 原来他是名车牌大盗 挂着偷来的车牌 在路上趴趴走 被依现行犯强行逮捕 警车也有受损 然后那个车子也是撞的神机 嫌犯是坐在地上 很痛的感觉 警匪追逐就发生在新北市芦州 44岁的胡姓嫌犯 在双北地区犯下多起窃案 他专偷弃机车车牌 得手脏牌后会转卖犯罪集团 或者挂甲牌犯案 被警方锁定 这回发现他开着作案车辆 出没光滑路一带 当街启动拦截围捕 事发当下正值上班尖锋时间 路上有不少来车 还有很多人在旁边买早餐 嫌犯拒检盘查 也差点拨击到人 不肯乖乖就范 下场就是狼狈招逮 以为挂着偷来的车牌 就能躲过警察 双北车牌大到落网 只是一大早这一抓 也惊动不少民众 三学长营陈兔兽报道